第44章 歌以詠志 玉州 熙熙攘攘的街道 兵儀援軍牽著獵徒李妙貞 在路人詫異的目光中進入某間客棧 客棧外的牆壁上畫著一朵酒瓣蓮花 李妙貞被牽著進了客棧 兵儀援軍在客棧大堂亭下 淺色的雙眼徐徐掃過二樓 像是在尋找什麼 幾秒後 他牽著獵徒 穿過大堂 射擊而上 咚咚 兵儀援軍目的性明確地敲開某間房門 是 房門無聲無息地敞開 李妙貞一眼便看見了房內的景象 陳設簡單 床榻上盤坐著一位中年道士 面容輕瘦 輕鬚垂到胸口 玄成師兄 兵儀援軍表情冷淡地開口招呼 玄成師叔 李妙貞臉色冷漠 語氣沒有絲毫波動 玄成道長睜開眼 不含感情的目光 掃過師徒倆 最後落在李妙貞身上 他微微汗手 不錯 已經踏入四品 且穩住了根基 穩住根基的意思是 至少踏入四品中期 多謝師叔誇讚 李妙貞依舊面無表情 彷彿這種微不足道的小事 不足以讓他產生情緒變化 玄成道長頓時看向兵儀援軍 說道 相比起下山時 性情改變了許多 頗為不錯 天尊的情報是否有誤 兵儀援軍淡淡道 都是裝的 李妙貞一秒破功 從冰山美人降為成活潑小美人 翻了個白眼 師尊 成大俠 只是我太上忘情之路的一段經歷 我將來肯定能太上忘情的 您就放我走吧 回了宗門 我還怎麼紅塵問心 怎麼太上忘情 兵儀援軍不搭理他 在桌邊坐下 甚至有消息了嗎 根據他在南疆古族的情人透露 消失的大半年裡 他一直與東海郡江湖勢力 東海龍宮的兩位公主在一起 玄城道長淡淡道 我便去了一趟東海郡 沒有找到他 詢問了東海龍宮門徒 才知道李林肅在不久前 被兩位公主帶走 去了雷州 兵儀援軍漢手 問道 天尊的情報屬實 玄城道長沉默一下 點頭 只多不少 兩位道長陷入沉默 好一會兒 兵儀援軍提議道 道也好解決 人間王朝有功行 去了子孫根的男人 便不會再有男女之間的念頭 部分殘疾 並不會影響修行 李妙珍冷漠無情的附和 我覺得甚好 玄城道長緩緩道 還是先帶回宗門 由天尊處置吧 客棧裡 一座暗金色的玲珍寶塔 擺在桌上 房間裡只有木南枝和小白狐 前者擺弄著地上的毒草毒藥 以及屏風後的大水缸 後者坐在四方桌上 抱著一顆酸甜枣子啃 食而舔一口花茶 姨呀 你泡的花茶為什麼有靈氣 小白狐瞇著眼 享受著唇齒間的芳香 可能是因為我過於美麗吧 木南枝隨口回應 浮屠堡塔內 許其安握著腳環 懷裡抱著橘貓 朝著遠處的神書斷臂 說道 大師 你真的懂解開瘋魔丁的口訣 你過來些 我就告訴你 神書充滿惡意的聲音回覆 好嘞 許其安丟出橘貓 操縱著他走到鎮法前 口吐人言 大師 現在可以說了嗎 斷臂沉默半賞 冷笑道 小東西 心思還挺多 你本人過來 許其安操縱橘貓 說道 我並非佛門中人 卻搶走了浮屠堡塔 你該明白這意味著什麼 對你來說 這是天賜良機 可你呢 控制不住內心的惡意 滿腦子想著著吃我 哈哈 一個沒有智慧的邪物 哪怕再強大 也上不得檯面 佛門費盡心機 封印的就是你這種愚蠢之輩 還是說 這些道理你都懂 但控制不住自己的惡意 神書斷臂冷哼一聲 低級的激將法 許其安取出地書碎片 從中傾倒出一把黑色的 似鐵非鐵的小劍 這把劍出現得刹那 神書斷臂不再怒喝 塔玲老和尚也睜開眼 忘了過來 孫玄姬交給他的這把劍 專破封印用的 當日闖浮屠堡塔 就是為了蒸龍器 解開神書殘肢封印 道具早就準備好了 不然憑什麼解開神書封印 上一次沒拿出來 是因為許其安覺得左臂太邪性 本能地抵觸破除封印 你若不想出來 我這就離開 再也打擾大師 許其安臉色平靜 甚至有些冷峻 這一次 神書卻沒有嘲諷和不屑 他沉默了許久 充滿惡意的語氣說道 封魔釘有九枚 每一枚釘子的解除口訣都不同 我只記得兩根 一根是氣海 一根是百匯 氣海就是丹田 百匯在頭頂 封的是元神 許其安眼睛一亮 如果解開這兩根封印 我的戰力就能解封一部分 再配合氣絕骨的能力 無弧 許其安轉頭看向塔琳老和尚 後者雙手合十 給予確認 九根封魔釘 需要不同的口訣 這條信息雖然沒問題 但塔琳也知道 可塔琳並不會解印口訣 難保神書不是在騙我 嗯 先把它當作預留手段 許其安按納住內心激動的情緒 說道 多謝告知 不久的將來 我會與你交易 接著 他轉向老和尚 道 大師 你會阻止我嗎 塔琳搖頭 呼 老和尚出乎意料的佛西亞 許其安心裡暗喜 柴斧 李林素躺在床榻上 翹著二郎腿 雙手枕在腦後 思索著今日打探到的情報 事發當日 柴斧的許多高手 都察覺到了契機波動 感到時發現家主被柴賢殺害在臥室裡 柴賢見惡行敗露 操縱鐵師殺了出去 這裡 希爾和柴賢的說法有點不同 柴賢說的是 希爾和柴家人二話不說 便認定他是兇手 要擒拿他 而希爾的說法則是 柴賢狂性大發 殺出柴斧 柴家人的說詞 基本與希爾一致 關於這一點 無非三種可能 一 希爾和斧上的人串供 二 柴賢在騙人 三 希爾還有幫手 那個幫手 偽裝成柴賢殺死柴賢員 然後在漳州各地裏犯命案 嫁禍柴賢 柴賢 柴藍失蹤了 在柴賢員被殺的那晚失蹤的 柴賢說有人嫁禍自己 那人必須精通控施之術 且不是希爾本人 會不會是柴藍 這個想法 在李林素腦海裡生起 便一發不可收拾 嗯 沒有證據呀 這不行 就在這時 府上的丫鬟進來送熱茶 是個清秀的小丫鬟 身段纤細 屁股淡小了些 卻圓滾滾 她提著滾燙的長嘴茶壺 打開桌上瓷壺的蓋子 將熱水注入其中 李林素隨口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小丫鬟細聲道 回大爺 小女子杜鑽 她微微捶手 不敢去看李林素的臉 抬起頭來說話 李林素道 丫鬟杜鑽略有猶豫 而後抬起頭 勇敢地和李林素對視 在府上多少年了 奴婢自幼便被邁進府了 李林素立刻從床上坐起身 望著小丫鬟 那我問你 大小結和家主的關係如何?